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华尔街周报 由华尔电视为您制作播出的财经讯息节目 让您掌握一周财经大事与美股动态 我是主持人文维莲 本周美股连续第六周收高劳 9月份的零售销售数字略超预期 再加上三季度财报普遍是正面良好 推动道指与标普白指数持续攀新高纪录 道指本周是累计上涨0.96% 标普白指数涨0.85% 纳指上涨了约0.8% 接下来就带大家回顾一下 刚刚过去这周美股在每一天的走势情况 周一美股震荡收高 周一是哥伦布日 对许多公司机构来说是一个假日 美国的债势休失一天 而美股虽然有开盘成交 但是消息灭冷清 成交量也是较为清淡的 投资人在即将迎来企业财报和重要的经济数据之前 周一投资人是买入了科技股 这带动道指与标普白指数创了新高 道指收盘涨超过200点 纳指上涨近160点 而标普白指数上涨45点 来到周二美股就转为下跌 由于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巨头ASMILE 他们公布第三季度的订单远逊预期 而且也下调了2025年的销售预测 这拖累了包括NVIDIA 台积电等半导体类股 再加上联合健康的财报也不理想 他们预测2025年的财测数字 是没有达到预期的 这都冲击到市场的表现 导致收盘下跌超过320点 纳指下措超过一个百分点 标普白指数也跌了约0.8% 周三美股试图从前一个交易日 ASMILE引发的抛售潮中出现反弹 投资人是继续在关注市企业财报的数字 摩克斯坦利公布的财报 幸好这个财报相当不错 股价大涨了6.5% 对于股市来讲做出了提振 而对于经济敏感的股票就表现出色 像小型股为主的罗素2000就上涨了1.64% 创了近三年来的最佳单日表现 导致收盘上涨超过330点 登上历史新高 纳指涨0.28% 标普白指数涨了0.47% 到了周四 美股持续收涨 因为台积电公布了相当强劲的财报 而且财测也很乐观 这停证了半导体类股 普遍上涨 台积电ADR开盘就涨了超过8个百分点 芯片股全面走扬 与此同时 周四公布的9月份 美国零售销售增幅高于预期 这也凸显了消费者表现强劲 这支撑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预测 而美国9月份的零售销售额 月增0.4% 这是高于市场预期的0.3% 收盘时到此上涨超过160点 标普白指数是持平 纳指则是小涨6点 周五美股持续收高 Netflix在周五盘前公布财报了相当不错 强劲的财报这提振了市场的情绪 而市场持续在关注的 还有美联储官员的谈话 以及美国大选前景逐渐的临近 导致标普白指数在周五是再创历史新高 收盘时三大股指收涨 导致收盘涨36点 最后收报在43275点 纳指涨115点 收报在18489点 标普白指数涨23点 收报在5864点 至于刚过去这周的经济数据与企业消息方面 摩根斯塔利与高盛 本周发布的三季度财报都显示 盈利远超分析师预期 此外苹果公司周二突然发布了最小尺寸的平板 iPad mini的新款 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看看过去这周重要的财经企业消息 据摩根斯丹利报告 公司三季度每股收益达到1.88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1.59美元 同时公司营收也表现出色 达到154亿美元 不仅超出了143.2亿美元的预期 而且比去年同期的133亿美元增长15.8% 在各业务板块中 机构证券部门表现尤为突出 净收入同比增长20.2% 达68亿美元 这一增长主要得益于股票和固定收益交易的强劲表现 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持续增长 其中投资银行收入较去年同期激增56% 在前执行长戈尔曼·James Gorman领导下 摩根士丹利将业务扩展到财富管理领域 以实现业务多元化 摩根士丹利重点关注的财富管理 上季度收入为72.7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的64亿美元大幅增长 根据财报 高盛第三季营收年增7%至127亿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估的118亿美元 净利年增45%至29.9亿美元 和每股获利8.40美元 高于分析师预估的6.89美元 净收入接近30亿美元 高于去年第三季度的约20亿美元 随着公司发行更多债务和股权 投资银行费用为18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0% 高盛股票交易员业绩 随着美联储开始下调利率 出现三年多来最好的一个季度 有望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年 而交易撮合者的佣金 在每个关键业务领域都超出了预期 今年以来 高盛股价在美国主要银行中 涨幅最大 上涨了36% 主要因为高盛放弃了 主要的消费者银行业务 准备从投行业务的反弹中获益 连锁药局Walgreens公布上季度调整后 每股获利39美分 高于预期的36美分 营收比去年同期成长6% 达375.5亿美元 也高于预期的357.6亿美元 沃尔格林 正面临药房报销压力 消费者支出疲软 以及进军初级保健等相关挑战 该公司表示 超额完成了2024财年 削减10亿美元成本的目标 其中包括关闭业绩不佳的商店 裁员以及利用人工智慧 提高供应链效率等 Walgreens周二还宣布 将关闭1200家分店 未来一年将先关闭500家分店 到了2027年时 目前开张的所有华格林分店当中 平均每7间分店将有一家结束营业 Walgreens受到财务压力 今年6月间推出重整计划 当时便宣布业绩欠佳的300家分店 即将关闭 新款iPad mini起跳价为499美元 若是WiFi加行动网络款式 售价为649美元起 最小的储存容量为128G 是前一代的两倍 包含美国在内的29个国家与地区 是从15日开放预购 23日正式上市 这是2021年9月以来 苹果时隔三年再次更新iPad mini产品线 产品支持苹果自研的生成式人工智能Apple Intelligence 通过AI功能可校对和归纳人工编辑的文本 根据图片与文本独立创建表情符号 此外配备的照片功能 可实现根据使用者输入的描述生成视频 或是选出照片中拍到的多余图像并将其删除 此外新款iPad mini搭载了高性能处理器 提升处理能力与节电性能 液晶屏尺寸保持不变 为8.3硬度 机身共有四色可供选择 OPEC周一14日公布月报显示 2024年全球石油消费量每日将增加190万桶 比先前预估的每日增加203万桶下修2% 少了约10.6万桶 OPEC表示 这一修正主要是收到实际数据 以及对某些地区的预期略有降低 至于明年OPEC也将全球石油需求成长 预测自每日174万桶下调至每日164万桶 OPEC连续第三次下修预测 分析指出 各机构对今年石油需求成长预期落差 部分原因是中国需求 全球网绿能转型速度看法不一 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伙伴国OPEC家计划于12月 开始逐步恢复每天220万桶的产量 摩根大通 花旗等市场观察人士仍然怀疑 在中国经济成长放缓 每周供应增加情况下 解除生产限制计划是否能持续 中国周一发布数据 9月份以美元计价出口同比成长2.4% 远低于预期的成长6% 以美元计价进口同比成长0.3% 也低于预估的0.8% 这使得中国贸易顺差 从8月份的910.2亿美元 缩减为817.1亿美元 中国出口是今年经济中难得的强劲成长领域 前9个月出口总额未记录次高 但由于国内经济成长放缓 进口增速表现逊色 贸易顺差创下记录 也让更多国家提高对中国商品的贸易壁垒 中国政府近期寻求通过一系列刺激措施提振经济 可能会促进对进口产品的需求 截至今年二季度 中国GDP评减指数已连续五个季度未复 推低了出口价格 房地产行业下行影响消费者信心 中国依靠制造业和出口来拉动经济成长 美股在2022年10月12日触及低点之后 这轮牛市已经满两周岁了 进入了第三年头 而这波牛市的涨幅是已经达到60% 网尔街普遍看好 在选举过后牛市还会持续下去 一方面是因为美联储才刚刚进入降息的宽松政策 另外一方面 经济数据还有企业财报都显示 美国的经济稳健 企业也是赚钱的 这让美国的股市都是有条件上涨 不过也有分析师警告 多位投资大佬 包括巴菲特在内都在抛售持股增持现金 而这对投资来说 或许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景色 究竟牛市满两周岁了 接下来怎是如何 而我们又该如何解读巴菲特的抛售持股呢 以下是我们的专题报道 目前进行的这轮美股牛市正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 这波涨势超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预期 在AI热潮驱动之下 标普白指数自2022年10月12日触及3577点的熊市收盘低点以来 至今已经上涨超过60% 不仅如此 在牛市跨入第三年之际 标普白指数也首度占上5800点整数关卡 从历史数据来看 本轮牛市其实仍有很大机会能持续下去 根据数据 至今两年的牛市长度 距离平均5.5年的历史牛市时间 还差一大段距离 研究数据也显示 本轮牛市至今为止的总回报率为60% 如果与历史平均180%的涨幅相比 还只是小屋见大屋 华尔街分析师也仍普遍看好美股后续走势 并争相调高标普白指数的目标价格 奥本·海默分析师认为 2025年上半年 标普白指数有望达到6000点 如果当前的牛市遵循历史平均水平 到明年底 标普白指数将可以升到 7000点左右 此外 高顺也将其对标普白指数的 年底目标价调高至6000点 并且将未来12个月的目标价格 定在6300点 然而 在股市涨身一片前景看好之际 多位投资界大佬 已经开始卖股 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 近期一直在抛售股票 巴菲特在上个季度 将其持有的苹果股票 减码一半 价值约730亿美元 今年上半年 巴菲特的股票总卖出额为970亿 同时 他也连续数个月大举抛售美国银行 并且将波克夏对美国银行的持股比例 降到了10%以下 累计套现超过100亿美元 截至8月中旬 巴菲特现金部位达到创纪录的1890亿美元 而且还在持续的减持 分析师表示 虽然不能把巴菲特的行为 借独成崩盘即将到来 但美股市场此时也的确涨高 有较高风险会进行下调 除了巴菲特 华尔街一些知名的价值投资人也选择了抛售 传奇投资人艾克曼 掌舵的潘兴广场资本公司 在第二季度进行了大规模的抛售 另外亚马逊的贝佐斯 Meta的朱克伯格 今年也都抛售了数十亿元的公司持股 分析表明 这些举措显示美股或许还有一波涨势 但已经接近历史高位 因此这些投资大亨决定保持现金 来应对潜在的市场风险 这些亿万富翁的行为 或许对投资人来说也是个提醒 随着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 投资人可能需要提前着限 谨慎对待未来的投资决策 来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调整 现在先休息一会 广告之后 我们将电话专访 圣安集团首席执行官刘秋莹 请她来为我们分析一下 美股市场的最新表现 以及新的操作策略 我们稍后回来